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林维华先生 深根媒体四十余载 积极为少数族裔发声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 接下来请看 今日我见我闻我思 大侠天下行日记专栏 我见我闻我思 大地寒流与政治暖流 美洲大陆正在遭受寒流之清洗 美东各地雪花飘地 美南地区今晚气温下滩至30度 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最寒冷的一夜 当寒流笼罩着大地 疫情之蔓延如野火肆虐 确诊人数在美国以每周百万人至惊人时速 将所有医院的病床填满 医疗专家估计到今年春天 每天死亡人数将超过2200人 目前上南预测感恩节与圣诞假期 因出行人数众多而带来更严重之后果 第一架从欧洲比利时 飞往美国装满疫苗之客机 已经抵达并已立即向联邦政府申请核准 数家制药公司也正在谋足利器全力争取 把疫苗尽早上架 这个令人振奋的喜讯 达到大部分人能够接种 必须有一段时间 专家们十分担心民众如何度过今年的冬天 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今天在他的家乡旧金山表示 新政府上任后最紧急的工作是整治新冠疫情 即拯救中小企业 拜登总统当选人今天也发表了新的财经团队名单 由前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耶伦出任财政部部长 我们深判大自然的寒流来袭时 新政府的政治暖流能为国家重振经济带来生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